针对9月开学事宜 牛昌在与各级学校校园长开会后 宣布相关防疫指引 包括校园占不开放 游泳或篮球等无法全程戴口罩的课程暂缓 学校只要出现一例确诊及全校停课14天 改采线上授课 比中央CDC规范的出现两例确诊 才全校停课更为严格 用更为务实的做法让家长安心 除了依照相关中央的一个防疫指引之外 我们有三点加研的一个做法 第一个是我们技用士在校园场地上 能维持暂时不开放 不对外开放 第二是学校里面的游泳课 篮球课 或者是需要拿下口罩来进行的这些课程 以及会有肢体碰撞的这些课程 我们都一律暂缓授课 第三大家也关心 如果万一学校有确诊的状况怎么办 那我们也决定 技用士的各级学校只要有一例确诊 我们就是全校停班14天 那并且同步启动停课不停学的应变计划 改采线上教学的方式 来继续孩子的课业 那为什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最主要就是考虑到实际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有学校 学校里面如果有一例确诊的状况 那我是觉得依照中央的一个指引 是到两个班级才停课 不过实际的状况是 只要学校里面有一例确诊 家长会很担心 那老师上课也会担心 那孩子上课也是人心惶惶 那所以我们考虑到实际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采取 只要有学校有一例确诊 我们就一例停课14天 如果有两所学校出现确诊案例 是否要全市停课 牛昌表示将由基隆市防疫指挥中心 就当时全市疫情状况进行研议 最主要我们考虑到 就是学校跟学校之间 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距离 那两个学校之间的疫情的关联性 不一定直接划上等号 那所以我们到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是回到本市的 这个疫情防疫的指挥中心 也就是由市长来主持的这个会议上面 我们针对全市 那个时候的疫情的状况 再来做整体的一个判断跟评估 至于外界关心教职员疫苗施打情况 牛昌也说明 7月中旬开始陆续为幼儿园 国小国中高中 及补教业分批施打疫苗 8月12号更扩及499位 新进教师与代课老师 合计已经有5460人完成施打 疫苗覆盖率达96% 因故尚未打疫苗的教职员 则要求需提供快塞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校园 包括公司业学校 还有所有的补教业者 总计有5460人完成疫苗的一个施打 疫苗的一个覆盖率高达96% 那其余的大多数都是因为 个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 暂时没有办法进行疫苗的施打 那我们也会依照中央的一个指引 要求在开学之前三天要准备这个快塞的阴性的一个证明 才可以进到学校 柳昌强调将持续加强督导学校执行各项防疫措施 建立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并视疫情状况随时进行滚动式调整 借此让学生安心 家长放心 学校老师也能顺利授课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